她們全家都得腦磨炎 因為那個東西會往上跑 會跑到腦裡面去 所以千萬不要就是覺得說 到我要省錢 我就這樣 讓蝸牛在臉上排 妳都不小心那些寄生蟲 其實就非常的可怕 壽青說這個例子是真的有發生 因為我用過這個蝸牛原液 就是它的一個保養品 因為韓國很流行 我完全不能用 因為我一敷到臉上去我過敏 所以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用 可是大陸就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用了韓國這個保養品 她覺得很好 但是很貴 她回家之後 她真的就到市場去買了四隻蝸牛 這是真的事情 真的 這個新聞有趣 四隻 而且還白白胖胖 蝸牛有分種類嘛 有一種蝸牛看起來滿乾淨 它真的就弄在臉上 弄在臉上 OK 結果呢 它的蝸牛死掉了 然後呢 死的是它的蝸牛 因為它的臉上有化學 化學有化學 真的 天啊 它就是因為... 你很想說 到底是人毒還是蝸牛毒 對 它這新聞的爆點是說 證明了精華液很毒 可以毒死蝸牛 不是 叫做證明人很毒 對 人很蝸牛 人的皮膚毒死 真的 其實在演藝圈裡頭 有很多女明星有不同的 這個保養品部的方法 有沒有聽過什麼比較特別的 對 我剛剛就講就是說 除了這個蝸牛之外 你會覺得那個黏黏的 好像噁心對不對 可是有一段時間 我們的好朋友方文玲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他滿節省的 他就說 他們說 因為口水本身有酵素 對不對 好像是這樣 有啦 有酵素 要醫師 不要這樣看我 其實我有點拿來護過眼睛 口水 是自己的口水 口水 如果用別人口水 你要用別人口水 我不會輸 這個 用老公的比較方便 自己的口水 而且坊間有那種就是面膜布 你可以自己掺杂一些 礦口水或什麼 然後自己弄上去 你要怎麼集合那些口水 吐進去 對啊 弄在 妄梅子可 妄梅子可 我是沒有辦法現場示範給大家看 但是那段時間微微流行 回家大家都吐了口水就弄臉上 我自己認為不OK 很臭嗎 對 我自己的口水我會說臭了 但是廖醫師剛剛說的沒有錯 因為有時候保養是一種氛圍 要不然為什麼要有香氛 那口水的味道 你真的覺得好難受 對 可是之前我認識一個中醫師 也是這樣做 不是男的 那個男的中醫師 他一直說 你看我皮膚是不是非常好 亮 光滑 他說 我說 你看我這個年紀亮 光滑 我說嗯 然後他說我都怎麼做 我介紹給你 口水就只在手上 然後搓熱 然後我這樣搓臉 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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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因為他的口水比較多 我不知道 可是我剛剛那個貝哥和你的老婆 維多利亞那個用鳥糞那個 我也覺得匪夷所思 可是就像我剛剛說 那是藥材 那是個中藥材 這種中藥材 對 如果排泄物的話 回家自己排就好 要幹嘛 不然啊 不過像這種天然的東西 DIY其實很危險 就是說像剛剛口水也好 或者說 肅清剛剛提到說 我們有一些萃取 自己萃取這個蝸牛的原液 因為其實你化動物原料 它真正賣到工廠去製造之前 這原料其實經過一些衛生的處理 那其實它其實 當然它的名詞就叫那個東西 可是跟你自己在家裡DIY的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 它需要一些消毒 或者是衛生物的考量 所以 真的不建議說這樣子就自己弄 好 大家不要為了省錢 異想天開 好的 我們必須結束這個話題 我們再往下走 我們來看看 下一個VCR 有些愛美的女性 為了滋潤皮膚舒展皺紋 把小黃瓜敷在臉上 不僅養顏美容效果好 經常使用還可以淨化血液 也因為小黃瓜含有豐富的 維他命E 能讓皮膚潔白柔嫩 吸引許多女性消費者 到市場上購買 小黃瓜敷臉到底是不是 可以有美白的作用呢 請問 不知道我個人是沒有用過 小黃瓜或檸檬 我們家有迷信一個東西 就是很迷信 絲瓜水那個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還都要從有 這個是阿嬤留下來的 而且我告訴你 我們家那個講究的 我們都是要請人家那種種 有機絲瓜田的那個 然後還是比丘尼他們種 我不知道那個絲瓜 可能有聽經文 然後就是收集 然後對我家 我姑姑他們都是用我自白病 然後他說 我跟你講 你皮膚癢噴一噴 那你敷臉 然後咳嗽還咳嗽 我說咳嗽還在咳嗽 我說咳嗽還在咳嗽 我說姑姑他也太強了吧 他什麼東西 他說真的有用 可是像因為那是有機的 然後又請人家種的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可是剛才那種小黃瓜 我就突然想 我在寫新聞的時候 小黃瓜算是那個殘留毒 對 前幾名的 所以小黃瓜敷臉來廖醫師 有效嗎 因為我們希望它從以前最主要 應該分兩個層面來講 第一個是它水真的很多 那水真的很多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曬傷 它一敷涼涼的 是有一點點鎮靜 跟敷西瓜也可以 都可以鎮靜 所以曬傷你把它拿來敷可以 可是通常我們敷小黃瓜 都會想美白 那就是說裡面好像有維他命C 大家都知道它有維他命C嘛 那就覺得說這個 維他命C買起來也挺貴的 所以用小黃瓜裡面又天然 然後又不用花太多錢 可是問題是那個維他命C 跟皮膚可以吸收的那個 維他命C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 它是結構上是相反的物質 所以那樣子的維他命C 對於皮膚的美白 或是增加抗老化效果 其實效果是零 是零喔 對 效果是零 對 因為其實很多成分水性的 因為我們皮膚這個算是一個保護層 所以我們可以阻擋很多不好的 環境的異物這樣子 那實際上一些水性的成分 像這種果汁類的話 你很難這樣擦那些維生素就能夠進去 那所以為什麼化妝品 常要做成乳化 乳液乳霜 其實它那種油的成分 或者一些像甘油這些保濕機 其實都有觸透的效果這樣子 那水還是會比較停留在 像剛剛廖一直提到的 就是暫時性的冷凍的感覺 的一種舒緩的一個效果 那比較糟的是說 有一些柑橘類的話 它可能會有那種香豆素 香豆素那種成分是你會有 浴光光明性的情形 所以如果在夜間用OK 可是你如果說是要出門前用 那你會有一些殘留嘛 殘留出去反而會造成光明的情形 老師 夜間用也不OK 夜間用像我早上跟那個 色沒一樣 早上起來就有天然油脂 我們都不洗臉的 所以早上起來曬到太陽 馬上變黑眼圈 你說本來的檸檬 就會變成兩個天然的墨鏡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說這個用蔬果來敷臉 其實效果是有限啦 其實我覺得做這些不能說治療啦 就做這些保養之前呢 我們都要先確認一件事情 它不要說效果有多好啦 但是它至少要沒傷害 但我們常常就是聽聽聽就拿來用 其實你根本不知道它是有傷害的 像幾年前那個鋪老花葉 蒸一蒸敷在臉上 每個都是變黑的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真的有預算上考量 剛剛徐老師有提供一個很好方法嘛 就是開架的專櫃品牌 那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可是如果DIY 其實我們包括蔬果裡面 是不是有刺激性物質 是不是有農藥 或是說 你今天買了維他命C粉回家泡 它是不是有PH值的問題 這個每一件事情都跟安全非常相關 是 好 所以蔬果敷臉 有聽過女明星用蔬果敷臉的例子嗎 我聽過 我自己也做過 但我不贊成 難怪你皮膚這麼敏感 對啊 西瓜 它是用西瓜皮啊 西瓜皮 對 就是那個紅西瓜吃完 因為西瓜白的那個部分 他們是說那個對皮膚很好 所以就把它切片敷在臉上 或者敷在脖子上 但是呢 就是剛剛廖醫師說的 我很不贊成蔬果敷臉 就是因為一定會過敏 我小時候用過一個我嚇死了 因為我小時候痘痘長滿臉 然後那個皮膚也比較黑 然後我就用那個檸檬片 那簡直是自己找死 怎麼會有這種呆瓜吧 我就直接把那個檸檬 放在我的臉上 完全是灼傷 會灼傷 我到現在自己 對 然後就兩個大洞 我就找出 還要直接放上去了 是 別隨便把蔬果放在臉上 是 沒錯 而且如果說 你的保養品成分裡面是 強調是天然這種蔬果去萃取 但它也是經過一道程序去做的 是 沒錯 好 所以還有一種是網路上 或者房間很多人在用 叫做綠豆粉加蛋白 然後去敷臉 請問各位這種方法的效果 比較像尼高式面膜的效果 因為綠豆粉它就是 粉體它可能就可以有 因為你尼高式面膜用完 就像你用火山泥 或者是黏粉的相似 其實相似 然後它就是敷完之後 你會吸掉一些水 或者是過多的油脂這樣子 如果本身是太乾性的敷脂 也不適合太常做這種 就是尼高式面膜敷臉的一個方式 因為它那個膚完是洗掉 倒是還OK這樣子 可是我之前有寫過一個案例 它很傻 它是晒傷了之後 它想說綠豆可以排毒 然後蛋白又可以鎮定 它就用那個綠豆蛋白膚 結果後來發炎得更嚴重 太乾燥 那會太乾燥這樣子 有人說綠豆粉可以洗臉 致青春痘 可以洗臉是可以洗 但是致青春痘 這個就沒有學理上特別效果 不過這個就是說到 它可能去油脂粒 去油脂粒會讓一些朋友 覺得比較乾爽 好 所以這樣聽來聽去好像 有的人適合 有的人不適合嘛 對 聽來聽去呢 其實我們這樣子講好了啦 很多人說你敷這個蔬果 到底有沒有什麼幫助呢 另外最常見的傷害是 那一段時間能把腸胃科門診 身體超好 因為胃食道逆流 太緊了 太緊了 有人就是因為一直穿 穿到後來它其他地方沒有受傷 它是指關節發炎 真的 太快 我相信 我相信